成功人士 成功的人士有幾個很重要的特質 第一個就是passion 我不常常講passion 但是我常常講passion is not enough 當然成功的特質很重要的一個就是passion 就是當你在專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給他開心 你會不覺得累 你會想要繼續往下做下去 那是passion 所以每一個成功的人 當他在做那一件專注的事情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熱情 passion 第二是confidence confidence怎麼來的 就是當你在做這一件 讓你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你持續的在做這件事情 他像是一個練習一樣 重複的在做這件事情 當我越重複做這件事情 我就對這件事情越有把握 那自信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不是一直在做不一樣的事 而是一直重複的在做 這件令他開心一次 一直重複的在做 一直重複的在做 那當他越來越有把握的時候 他對這件事情就會非常有自信 第三是vision 他喜歡這件事情 重複的在做這件事情 非常有自信 有把握的在做這件事情 他就會給自己更高的期待 更高的期待 就是你的vision 你就會期待說 我下一次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下一次一定要做得更快 我希望能夠自己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vision 第四個非常重要的是 當我能夠達到 我想要達到的期待之後 我能不能夠 我能不能夠專注的朝我的方向前進 續航力 consistency 所以 一個成功的 的人是 他具備的 四個條件 就是passion self confidence vision 對我自己來說 除了有這四個很重要的特質之外 我自己又多再加了一個 就是progress 什麼是進步 什麼是progress progress可以分作很多不同層面來說 對我來說 在我的一直以來的工作經驗裡面 progress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字 然後非常重要的內容 然後非常重要的內容 第一個什麼是progress 進步是獎勵 就是當我 假設好像我們在健身好了 給自己一個discipline 每一個星期天 早上的一個小時 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讓我開心的 我重複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給自己一個獎勵 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你是開心的 它會讓你得到的是什麼 passion 它是一個獎勵 它是一個獎勵 進步是什麼 進步是獎勵 就是ok好 你今天 我又做了這件事情 我又重複的做了這件事情 它會讓你開心 短期的目標達成 進步也是練習 consistency 就是我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檢視我自己 意思就是說 我每天在做同樣的事情 好像我每天上班一樣 昨天我花了一個小時做這件事情 今天我花了50分鐘完成這些事情 我一直不斷的重複在做practice practice 這是進步 practice是動力 我們知道 從你設定一個目標 開始做這件你喜歡做的事情 你從裡面找到你進步的動力 常常我們每天在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我不太會把它記錄下來 這件事情我做了多久 或是說這件事情 我達到什麼樣的成果 明天我再回來檢視這件事 通常我們不會這樣 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會把每一件事情 數字化 每件事情數字化的意思是說 我從早上到廚房 然後開始我做這件事 然後把每天的to do list寫下來 每一個to do list的後面 都有時間 就是可能我每天都要切這麼多洋蔥 都要熬一個湯 然後都要做一個什麼 我把每一個時間記錄下來 為什麼 我希望我能夠比昨天更好 所以剛剛的不斷檢視自己 就是讓自己提醒自己 知道說我今天做得比昨天好 好像跑馬拉松一樣 你會很在意 每天跑5公里 7公里 10公里的時候 OK 我的10公里 我的標準是多久 或者是說我打高爾夫球 我的標準是幾幹 所以你會不斷的重複 不斷的檢視自己 你的目標 然後給自己一個更高的目標 自信 當你達到了那個目標的時候 因為練習 因為重複的做 會讓你更有自信 很多人會說 那你做這些決定的自信 從哪裡來 或者是說 當你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不會害怕 不會擔心 其實這都是練習 然後提醒自己 在每一個決定之後 你是進步的 再來就是planning 所以當你重複在做 最後給自己一個更高的 一個更高的目標 長遠目標 提醒自己 我是在一個對的軌道上面 對我來說 這就是進步 進步不是只有一大段時間 好像聯考一樣 或者說我才知道說 我做得比昨天好 而是你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 每一天都要 有一個自己的to do list check 每一樣東西 讓你自己知道 我昨天做了10件事 今天做了12件事 我今天做的是比昨天還要好 所以重新的確定你長期的方向 這個長期的方向不是永遠不變的 就好像我新加坡的餐廳十年 十年之後 我希望能夠重新開始 我跟我的所有的團隊都說 我們的每一個餐廳 我給你十年的時間 在這十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用力的把它達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十年之後我們重新思考 重新開始 為什麼 因為十年之後 跟現在不會一樣 客人也不會一樣 味道也不會一樣 所以你如何停下來 重新開始 重新出發 對我來說 這就是progress 給自己一個短程的目標 然後不斷的檢視現狀 期待成果 然後 確定你的長期的方向 這是progress 所以 對我來說 成功的人 不僅僅具有剛剛前面的四個特質 最重要的是 不斷的檢視跟提醒自己進步 所以 如果 有空 你 似乎 你 你 ructures 你 你 你